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数字简易16水天虚 我们看下面的画面 16水天虚 孙中山虚与九十不数之客 孙总理是八号人物 八代表权力 在意境里面是三更 更挂 代表一座大山 虚 虚挂 水天虚 在数字简易里面是16 1代表独立 代表水和坎 6代表天和钱 16水天虚 我们看右边的是他的夫人 仲庆林 四号人物 策划型的 太广 地天太 在数字简易里面是二六 二代表沟通 地代表财富 地天太 我们看下面画面 虚挂 有福光亨 珍疾 立射大川 龙困前滩 等待时机 不宜即刻前进 二月卦 我们看 九五 虚于九十 上六 有不数之客 三人来 尽之 终极 为什么 孙总理会有这么一个虚挂呢 虚挂在 在诸喜挂序里面 它是属于第五挂 乾坤 尊蒙 虚 颂诗 虚 上一集我们讲到蒋中正 它是前三挂 乾坤 尊 尊挂 尊挂 是非常前面的 就是表示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在事业刚刚草创初期的时候 是很困难 而 孙中山的这个 虚挂 它是第五挂 排名也是很前面很前面的 这个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等待 事情尚未成熟 所以我们从这个挂项里面 就看出来 孙总理的一生革命 是经过漫长的等待 十六年的时间 通过了十次革命 第十一次才成功 所以虚挂 就是等待的意思 所以虚挂就是 虚于九十 在你等待的时候 要搞好后勤保障 所以 孙总理的一生 都是在奔波 募款 等待当中 那我们看下来 下面一句话就是 不术之客 什么是不术之客呢 可以讲 做革命 不是请客吃饭 虽然是虚于九十 但是 是 非常严肃的事情 经常要人头落地 所以经常有不术之客 这些革命烈士 抛头路 撒热血 经常是 碰到这些 无法估计的状况 好 我们看下面 人类数字简易 十一 一六 水天虚 孙中山 虚于九十 不术之客 我们看左边 他是 一八六六年出生 十一月 十二号 属湖的 天蝎座 我们看看他的 左边 先天 五三八 雷三小过 后天 二四六 地风生 九 前半生 八七六 三则笋 笋 这个和 毛泽东 一样 都是笋 搞革命 就是要 牺牲奉献的 十二 后半生 三六九 雷天大壮 十三 潜意识 一六七 水天虚 我们看右边的 宋庆林 1893年 一月二十七号 属蛇的 水瓶座 他的潜意识 是 二六八 低天太 我们看下面画面 数字简易 中外思想家 后天九宫阁 我们看八号人物 里面有 孙中山 任正非 王健林 博尔顿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进入下个主题 和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